南無本師釋迦牟尼佛 如上聖聲唯妙法 百千萬劫難遭遺 我心見聞得受詞 遍解如來真實意 我們看九十六頁 講到這裡 眾生在生死中 是不得自在的 聽由業力百步 一般眾生主要有兩種 一種是你沒有辦法自己決定的 這個叫做醫院輪迴 一種就是你可以自己決定 這個叫醫院而往 你如果有力量你就醫院往生 你要做什麼去哪裡到哪一個地方去 如果你沒有辦法就是有業力決定 大部分的眾生都是一夜輪迴 所以總是不得自在聽由業力百步 現在的生命經過了死亡階段 就轉而開始一個新的生命 就是後有 愛取有的有 就是未來成為新的生命 那麼這樣的死而又生 前生以後世 不依不義不斷不長 前生跟後世 那麼也不能說是一 也不能說是一 因為他不斷的在變 那也不是完全不一樣 因為後來的生命 其實是延續前生的業力 所以不會不一樣也不會完全一樣 那大部分你前生的相貌 跟後生的相貌 那麼其實是差不多的 除非你有重大的改變 要不然其實也不太容易改變 就好像你今天跟明天的相貌 其實是差不多的 十年前跟二十年前 如果你沒有做重大的改變 那也是差不多的 但是如果你重大改變 那就會不一樣 就會不一樣 所以他說 這個不依不義不斷不長的延續 卻是甚深而不容易明見 那世間有兩種 一種就是長間一種是斷間 長間就是完全一樣的 甚至是說靈魂 它是不變的 另一種就是 我根本沒有輪迴這件事 死了後就什麼都沒有 由夜暴 由夜感暴 三界六道的果報 那麼感召 這個三界六道的果報 由善二月感召三界六道的果報 那麼才有所謂死生相訊 死了之後再生 生之後又死 這樣生死死生相訊不絕 那麼這樣的情況 聖者看來是毫無疑問 就是他是完全相信的 不會懷疑的 像東方人基本上在佛教或道教 或是印度教 要長期的訊息相 基本上都相信夜暴無疑這件事 印度、泰國、東方 除了蘇俄這邊比較少 信佛教、道教的、儒家的 基本上大部分是相信夜暴無疑 西方人他信上帝的 回教徒跟基督教徒、天主教徒 儒太教徒這一些 基本上是不太相信生死輪迴 他相信有生死 但是不是輪迴 死了之後就天堂跟地陰 佛教的輪迴是三次輪迴 輪迴的主要原因是夜暴 基督教西方國家 他有生死但沒有輪迴 輪迴生死的主要原因 到天堂跟地陰 主要是上帝神的審判 你會出生那是因為上帝 你會死一定會死 但是死了之後到哪裡 那個是因為你這一生所造的夜 就是罪 看你的罪 這個是不一樣的 不一樣的文化 所以西方人即使有很多很 輪迴的確確事蹟 比如說有一個小孩子 他記得他前身的事 然後他媽媽不相信就去找 結果發現他是二次世界大戰死飛機 因為這個小孩子從小就記得 然後他真的去查了 真的找到了 但是經過種種的測驗 然後種種的跡象 發現這個小孩子也沒有騙人 他說的一切都是事實 但是有一些心理醫生 醫生就出來講話 他說有可能是什麼什麼情形 怎樣怎樣 他可能天文窩 或是什麼樣故事 類似像這樣子的 他們一般不太容易相信輪迴這些事 因為在他們的文化裡面 沒有輪迴這些事 中國、印度 像佛教的地區、道教的地區 基本上都是講的輪迴的 中國早期也沒有講輪迴 輪迴是從印度延伸來的 中國早期是死後就做鬼 然後就在軌道裡面 就一直用另外一個形態活著 其實是這樣 也沒有所謂活胎這件事 其實是沒有的 好 那我們往下看 他說特別是得了天眼通 天眼通就能夠看到其他類的共生 也知道 他說外道也能得到 神通是共識的 主要是天眼通跟宿命通 但是記得就算有天眼通跟宿命通 也可能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 看得到鬼 看得到天 但是不曉得鬼為什麼會做鬼 天為什麼會升天 所以還要有明 還有智慧 要有天眼明 要有宿命明 才有辦法 要不然 那麼你也可能會誤解 他說外道也能得到 所以外道也有多少性血夜報的前身後事 但也可能誤解 比如說他看到這條牛死後升天 他會誤以為這個牛是因為吃草升天的 類似像這樣 對這事看得明白 不過 假設你有神通 那麼你對眾生死會再投胎 會生到哪裡這件事 因為他看得到 所以他不會懷疑 但是一般的凡夫沒有清靜之 沒有智慧 對於生前時候不免黑漆團 什麼也不知道 雖有極少數的不媚前因 就記得前身的事 有些人出生他是記得前身的事的 能夠知道前身 也被庸俗的唯物論者所謀殺 就是現代的所謂科學 比較傾向於唯物論 共產黨是完全唯物論主義者 就是現在的科學並不承認有所謂的輪魂 甚至到底有沒有意識有沒有靈魂 很多人其實也不一定是承認的 所以最好是依佛法修學 得清靜之發天眼通 去親自證實這一個問題 此外唯有養性如來的教授 其同推理去信見 那麼這裡講到我們所得到的知識 來自於三個層面 第一個就是有智慧的人跟我們講 讓我們相信 那這裡叫做養性 然後叫做什麼 叫做聖言量 就是經過有智慧的人 有親近智慧的人叫做聖言 有聖言量 量我們說過的 量就是知識 我們為什麼相信有因果夜報 為什麼相信有輪迴 這種知識來自於 第一個聖言量 就是有智慧的人 那麼所說的 譬如說我們為什麼知道 這個地球是圓的 我們看得到地球是圓的嗎 以前也不知道 後來經過種種 就是有這麼樣 就是有那種能力的人看到 或是我們知道有地心引力嗎 我們看得到嗎 也看不到 但是就是聰明的人講 我們 因為他在這一方面 極有權威 極有知識 所以我們相信他說的 但是有一些 世間的知識 有時候說的也不完全 不完全正確 但是聖人所說的 他是有親近之 他說的是可信 這個是聖言量 另外一個是 就這個聖人所說的 或世間人所說的 經過推減 推筆 叫做筆量 就一層一層認證 另外就是正量 正量就是自己親自看到 那麼這個已經就是見到了 這個就是正量 透過一開始 這裡講到說 然後聖言量 要養性 養性 養性 那之後 理解解性 那推論 理解 那麼 之後 正性 因為看到而相信 那基本上 基本上 這裡講到 所謂的 親自去證實 這個是正量 親自看到了 但是一般我們功夫沒那麼好 看不到 也沒有甜點通 所以只有養性如來的教授 但也不只是純粹是養性 那麼理解之後慢慢透過道理上去理解 那就是性解這個是解性 教理的說明初學還是不容易 所以就是生死輪迴的道理不容易明白 不過我們比如說中國的印度的東方人習慣 像西藏 他們對這個是毫不懷疑的 那 也覺得 也覺得 也覺得這個就是事實啊 沒有什麼好話語的啊 但是西方人很難的相信 他不太容易 即使是很多證據 很多知識 他還是不太容易相信 所以他這裡講到 初學的還是不容易 如果我們覺得 人死後會投胎 會輪迴 我們覺得 這個沒有什麼好不相信的 我們覺得很容易 但是西方人 你去看到很多很有知識的 他還是不容易相信 就好像我們習慣 就是蹲著上這手 當我發現這個西方人 沒辦法蹲著上這手 所以他們把它叫做亞洲蹲 亞洲人 亞洲人從小就蹲著上這手 西方人後來就坐馬桶做習慣 他們只能坐著上這手 他們沒辦法蹲著上這手 怎麼可能呢 蹲著上這手 怎麼那麼容易 就好像說 我們了解這個 輪迴 夜報 就覺得 從小到大這種 文化就是這樣的 可是他們覺得 不太容易理解 好 那現在舉一個說明 舉一個說明 就是我們的理解 還是 就不是很正確的 我們後來會講到 其實我們對英國夜報的理解 其實有很多是錯誤的 現在七月要到 到處在做法會 那我們法會的這個 這個種種的法會 其實很多是基於對 英國夜報錯誤的理解 所以才有種種的法會 其實比如說 要常見水路 放電口 拜燦 死了跟他拜什麼藥燦 類似像這一些 其實 有很多都是 他是相信夜報 相信輪迴 但是夜報輪迴的概念裡面 有很多是錯誤的 錯誤的 那西方人是不相信這個 西方人死了 只有死那個時候 親人追師 然後慰問這樣子 沒有人是死後 在做什麼法會 超度 然後給他做功德 完全沒有這種概念 西方人 大部分的西方人都沒有 完全沒有這種概念 死後做功德這種 沒有人 他們的葬禮完全就是追師 好朋友聚在一起互相安安 大概就這樣 當然也有請牧師 希望帶領他上天堂 就這樣子 就是那個儀式而已 其他的大概就沒有 就是大家祈禱 然後希望他能夠升天 他們沒有六道人鬼的概念 他們只有升天跟下地獄 那當然是希望他升天 上帝 上帝慈禮 然後大家為他祝福 希望上帝把他帶去天上 大概就這樣而已 所以他們的葬禮 普遍來講是比較簡單 非常簡單 那我們的就比較複雜 那有時候會覺得有一點可怕 就變成這樣 以前小時候 人家死了 以前就道教 道教的更可怕 佛教其實不可怕 後來也做得蠻可怕的 道教的他死了就 就放那個一虎一虎的土有沒有 十殿岩隆 我小時候會在那邊看 喔這個地獄 哪一個地獄 然後又記得用什麼 喔 然後道教在那邊開魂啊 陰魂啊 非常的多 那骰公啊 然後那個親屬 還要 還要斧著棺木 然後哭到很厲害 自己哭不出來 還要請人來哭 胡子哭怒嘛 然後笑你白錢 那一種 就是做到很悲傷 你怎樣 然後反正就有很多奇奇怪怪的 那麼這一些基本上 其實都很多民俗演化來的 像我們後面 他後面會講到有鬼 鬼到眾生人 等一下再來講 好 那老師舉一個心盡火相傳的比喻 他說 莊子說 心火傳也 不知其盡也 心就是木頭 木材啊 我 就是燒 木頭燃燒 那心火傳就是 木頭燒了之後 木頭又一直燒 又一直給他一個木頭燒 就這樣一直燒一直燒 燒不完 廬山遠宮大師 這個遠宮就是慧遠大師 就是廬山慧遠大師 就曾經引用來比喻死生相續的道理 他是這麼適合 他的文是這樣 那這個阿韓經裡面也有 我們來看一下 他說 導師說 這個慧遠大師 那 以這個心火相傳的觀念 來說 來說 人生死相續 藍西環上是這樣 比喻 生死死生相續 死了後再投胎 投胎後再死 就這樣一生一生 這個身體好像木頭一樣 燃燒了 晚了之後 然後就死了 然後因為 他再接下一個木頭 然後就一直燒 然後再另外一個身體 然後又這樣五音刺身 我們來看阿韓經的 跟這個慧遠大師的 他的說法 慧遠大師是這麼說 以死火之傳於心 慧遠大師 慧遠大師 因為有兩個慧遠 一個是 明山慧遠 一個是敬禹制的慧遠 慧遠大師 以死火 由神之傳於心 神就是靈魂了 意識 這我翻譯很多 有時候翻神 有時候翻靈魂 有時候翻魂 有時候翻魂 有時候翻原神 我有很多 那現在一般都講心或是 是 我講意識 我講阿拉越是 行就是這個身體 有這個身體 有這個身體 靈魂 然後進到這個身體 火之傳於心 這個火 這個火就好像這個神 靈魂了 那這個火引到另外一個火 這個木頭燒完了 又有另外一個木頭 就繼續燒 然後 有神之傳於心 這個神就是靈魂 原神 一般我們講阿拉也是 另外一根 另外一根火燒到另外一根木頭 就好像這個靈魂 死了之後又換到另外一個 又形成另外一個身體 換到另外一個身體 就是阿拉 這個維持叫做 去來先後做主公 就是這樣 前心非後性 前面那根木頭已經燒完了 並不是後面那一根木頭 是不一樣的 所以這一生做男的 下一生可能做女的 這一生做女的 下一生可能做男的 這一生雖然做男的 下一生也做男的 但是前一生他姓王 後一生他姓什麼 可能都不一樣 他是黑人 黑皮膚白皮膚 那可能不一樣 就是會換 因為你的葉 你的因緣 它就會有不同的果爆生 就葉爆 因葉感召這個果爆 前心 前心 前心非後心 前心非後心 這個是會員大師說的 比喻 前行非後行 他在這個行盡神不變 就是在這一篇 他有寫很多 很多這個文章 甚至跟 跟鳩摩羅斯 書信往來 被集成大聖大一章 那 他的師父是道安大師 鳩摩羅斯跟道安互相仰慕 可是一直見不到 那鳩摩羅斯到中國來說 道安大師已經不在了 然後他就 因為他是道安大師的弟子 貴隆大師 道安大師的弟子 後來就跟 貴隆大師跟鳩摩羅斯 常常有書信往來 他有講這個 神行盡神不滅 這個意思 那另外 另外 講到 心火相傳 這個道理的 還有 比如說阿安經 阿安經有講這個 我們來看 所以他這裡講 等一下我們把這個經看完 再來看這個文 所以他說 前心燃燒發光 心盡火息子 又燃燒到另一心 火又旺盛起來 前心不是後心 後心不是前火 而後火不能不說 是由於前心的火而來 所以 這個 這在講這個道理 好 是由這篇文章 然後我們來看 來看這個中阿安 中阿安有一篇 也是講這個道理 但是他不是講 不是講這個木頭 只是講油 油燈 油點燈 那個油一直燒 那個油心一直燒 是一樣的道理 不過我們看一下 做比較 他是在講這些道理 他跟家章演講 必若應有應住而然燈 以前的燈都是要靠燈芯 跟什麼 跟油 而然燈 火才會燒 所以為什麼叫做五韻赤盛 色作者好像是像火在燒 不斷不斷就燒掉這些 因為你葉桿果 就不斷燒 燒完了 然後再燒的當下 又累積激勵的葉 就這樣一直燒一直燒 畢若應有應住 這個就是燈芯 這個就是油 然後有火 有火有燈芯 就一直燒一直燒 無人益有 假設沒有人把油加進去 沒有人添油 無人益有 益不益諸 或是那個燈芯燒完了 因為它那個燈芯是黏做的 它會一直吸油 燒完了之後 你不換燈芯 那就沒有燈 意不意住 它這個就講了三個原理 就是油 就是油 柱 然後火 這裡是火跟心 前油已盡 後不更易 前面有的燒完 後面不在家 那這個就是什麼 震阿羅漢之後 就不再新造 生死的葉 就不再增加 無所受油 雖然燈芯還有 但是沒有油可以燒 葉也沒有啦 所以 致素滅油 自己很快火就滅掉了 這個是阿韓君裡面說的 中阿韓 他講很多啦 但是我們就舉一個例子來說就好 還有講到 比如說燒木頭 木頭燒完了 再燒什麼 用草給它燒 草燒完了 再用其他的 反正 比如說牛糞 給它燒 還是會燒 那比如說木頭 比如說像人 吃木頭 木頭燒完了 它比較不好的 拿草 也是像這樣 拿牛糞 六道裡面不同的火 但是都會燒 不同的火都在燒 燒出來好聞不好聞 好看不好看 火大不大 這個就是眾生六道裡面 比較快樂 比較痛苦 不太一樣 這個是在中阿韓裡面 講到的 也是像這種道理 心火相傳 心火相傳還有一個道理 就是佛法 佛陀交給佛弟子 佛弟子又交給他的弟子 那麼就這樣 一燈 燈燈相傳 叫做心火相傳 像我們講心火相傳 是爸爸祖先的道德 或祖先的事業 交給 那麼一代一代傳下來 也叫做心火相傳 所以這個 心火相傳大概有兩個 一個就是 夜人生死死生相信 這個是用心火相傳的道理來比喻 另外一種佛教裡面也有 這個 一燈 燃過一燈 然後 把你的智慧傳播到 一直傳播下去 我這個火 燃你的火 燈燈相傳 心火相傳 佛法就走出在世界裡 也有這樣的比喻 好 所以他這裡講 這等於說 前生的生命活動停止 那麼又展開一個新的生命 前生不是後世 而後世卻是依前生的業率而來 你不能說不相關 一定有相關 那麼業果就是製作業製作報 哪有可能你後生就會換了另外一個人 那個人不是很倒楣要送你前生的業 不可能 一定是 一定是 跟你有關 但又不是 你如果說 那一定都是不便的你 那又是我見的 那不完全的你 那又是斷面 所以 他也不是 有一個我 所以有作業而無受報 而無受報 而無受者 就是造業的人 但是 就是 沒有那個作業的人 沒有那個受業的人 但是有那個業 基本上他是在講無我的道理 但是這裡還沒講得到無我 這裡是在講業報的理論而已 那無我的道理更麻煩一點 就是 更深一點 更深一點 你說無我 那為什麼 那受業報的是誰 那造業的又是誰 那生死相去的又是誰 這個假定的道理 甚至 後來會講到 那如果 證了阿羅安 他到底去哪裡 證了阿羅安 他不輪迴 不輪迴 那他存不存在 這佛 佛涅盤後 去了哪裡 存不存在 那這個問題 這個也有人問 但是佛也是 舉這個佛來講 他說 我現在這個佛在燒 燒完了 燒完了 因為死生相去嘛 有那個木頭在接下去 就會受爆 就是一根木頭又在燒 那死後做人生天 就是一根木頭在燒 好 只是說你生天 那那根木頭 是沉香木有香味 燒起來有香味而已 那那個是 那個是 牛糞燒起來有臭味 墮入軌道 燒久一點 五百年 燒快一點 兩年兩天 不一定 那這個火不一樣 但是 如果沒有再燒了 燒完了 你不給他油 或是你不給他木頭 那 你會不會問 那火去哪裡 火去哪裡 那怎麼講火去哪裡 那怎麼講火去哪裡 你死了 就舉這個例子來講 那佛入了涅盤 阿羅漢入了涅盤 都不再燒了嗎 不再三切輪迴了嗎 那他去哪裡 那佛得就舉這個批例說 那假設你這個木頭燒 死生相對就是心我相傳嘛 一個木頭再一個木頭 一個木頭就燒了 天人定義 你出生阿修羅二鬼 就是要一根木頭一根木頭燒 那現在正阿羅漢 不再燒了 沒有木頭 這一根燒完 是最後一根 這一生這一根 這個身體就是一根木頭 這一根木頭燒完 阿羅漢最後生了 不再燒了 再沒有木頭可以燒了 燒完就沒有了 那你要說那火去哪裡 沒有火去哪裡的問題 那就是火則永滅 如果你不加沒有再繼續 那麼這個火就不再起來 也不能問火去哪裡 怎麼跟你講火去哪裡 類似像這樣 當然這個還是有一點點生 但是現在還沒講到哪裡 沒講到元起儒過的時候 好 但是我們大概知道 就是大概心魔相傳 他是在解釋死生相去 輪迴 三界輪迴 六道 三界六道輪迴 死生相去 一根木頭接著一根木頭 那火在燒的現象就是生命 生命的現象 五運 五運赤聖就是生命 我們的心插那插那在生命 我們現在想這個 我們現在想那個 我們的身體也不斷不斷在變化 這個就是像火在燒 不斷在變化 燒到完 人要死了 一百歲九十歲 火越來越小 越來越小 然後好像要沒有火 那一根木頭又加進去 又開始燒了 另外一生 另外一個人生又開始 剛出生 開始旺生了 又開始燒 燒到快沒有了 一個木頭又進去 又開始 你就這個火又燒 就這樣一直燒 這個就是輪迴的道理 好 所以他這裡講 從死到生 時間與空間 都可能有距離 所以死後生前的如何延續 還是需要解說的 就死了之後 到投胎這段期間 要怎麼生 怎麼樣延續 它是怎麼延續的 這個需要稍微說明一下 依佛法的生意說 那麼身心活動顯現為生命的形態 當死亡的時候 當死亡的時候 身心刹那滅去 顯著的身心活動停頓 人死了就什麼都不動 停了 如果還會動那就還沒死 如果身體不動 但心會動也還沒死 那一般佛教講死是三個條件 那現在到底什麼是死亡 醫學大概應該就是 也有它的認定方式 那有些是判定老死就死了 其實老死在佛教裡面還沒死 還沒死 那有些一般是 一般判定的程序是 心臟不在跳 所以不在呼吸 可是有的時候這個之外 也還沒一定死 大部分是這樣 但是大部分 你看有人看死了沒有 先看有沒有呼吸 但是沒有呼吸不一定 就死了 有些沒有 有些就是看心臟 去聽聽看心臟還有沒有跳 不看心臟有沒有跳 心臟不跳就死了 但是這個時候也不一定 就完全死了 那佛教是說受暖事 就是說死亡的 一個人真正死亡就是受 受命禁了 然後身體沒有溫度 沒有溫度 冷掉冰冷掉 然後意識離開 當然這個受命禁 我們哪裡知道 那意識離開 我們也看不到 有些人雖然不動 心臟不跳 但是意識還沒離開 還沒離開 所以他有可能再呼過來 有可能再呼過來 受暖事 這三者 來決定 都不在 這個就是 這個人真正的死亡 那我們說過 死亡到生之間 他 有些時候還有一個層次 叫做中陰生 中有的 這個中陰生到底是不是 另外一種生命形態 如果他是 那就被人祈禱了 中陰生他已經到了 但是一般來說就是 當然到底有沒有中陰生 這是一個問題 如果有 他可以持續多久 這又是一個問題 其實是這樣 後來佛教學的共識 大概就是 有中陰生 不是每個人有 但大部位的人有 極重跟 極惡 極惡跟極善的人沒有 如果說極惡事件 一插到群就去了 然後有中陰生 到地獄一下子就去了 然後有中陰生 沒有 極善跟極惡的人沒有 其他的大部分都有 那多長 一般來講是49天 最多不會超過49天 那有的一天兩天七天不一定 那最多不會超過 這個是 就是我們講大家接受的一個說法 好 那這個是死到生 那他這裡講到 他說 他說 身心活動顯現為生命的形態 當死亡時 那麼這身心活動就停止 然而過去了的身心活動 不是沒有 就已經過去了這個身心活動 不是沒有 那個就是 夜滅過去 工人不失 所以 這個叫做生命的潛戰 就是愛取有的有 等到因緣成熟 過去的業力 就引發一個新的身心活動 開始一個新的生命 就是我們過去所造的這些身心活動 就叫做業 生的活動 就是生業 口業 新的活動就叫做意業 就行為 活動行為 所以生業 口業 意業 就是過去的人 累積而有的 那麼已經過去了 但不是沒有 他就潛藏了 那累積累積到 死了之後 然後新的活 新投胎 然後新的又開始 就這樣 就開始一個新的生命 引發 這個業會潤生 所以 再以新活相傳來比喻 再用新活相傳 火燒這個東西的時候 不管它是木頭 是紫瞻 是草 是什麼 花為熊熊的火光 這如生命的顯現活動 等到燒完了 發光的火焰沒有了 這等於一起生命的結束 沒有看到火了 火已經不燒了 淹死了 這不動了 沒有在刺身 沒有在燒 可是沒有燒 火種沒有燒 火種沒有燒 現在已經燒完了 埋著 剩下那個火 火在裡面 可是你那個還沒燒 還沒燒 你等一下放草進去 放木頭進去 它等一下又燒起來 另外一層 像這樣 所以遇到 它說 這個 發光的火焰沒有 人剛死是這樣的 沒有活動 等於一起生命的結束死亡 看起來火好像死了 會花火 你等一下死了會花火 那麼熱灰也是呼人 這身體沒有活動 沒有活動現象 但是遇到易燃的物件 加上微風的吹拂 又會死灰忽燃 重新發出熟種的火光 所以這個業力感召 新的業形成 東西又放上去 那個火種 遇到這個又開始燒起來 這等於因緣合合時 過去的業力 又會引發一個新的生命 死灰忽燃的火光 這個不是前火 而是與前火有著不可分離的關係 一定是前身的業力 導致後身的生命 正如後身不是前身 而後身與前身的行業有關 行業就是行為所產生的業力 行就是行動 行為 所有的行為都是一種業 像走路也是一種行為 它也是業 可是這種業叫做無際業 非善非樂 它不是你苦樂的主要原因 主要是善業 惡業 業有三種 我們上次講過 善業 惡業 無際業 造業的源頭是生口義 由生口義造善惡 然後無際的業 然後才產生三界六道 或苦或熱的果報 其實是這樣 所以後身與前身的行業有關 從前火到後火 時間上可有一個間隔 就是它可能比如說 這個就是中醫生的階段 人死了後 然後再做人 或是做鬼 或是做畜生 它中間有個間隔 在等待的下一生 但是火還原念 時間到了 那個東西放上去 又燒起來了 所以 他說 時間上可以有一個間隔 正如後身與前身間 時間與空間 都不妨有距離 不過這到底是比喻而已 就是讓人家比較容易理解 來做比喻 如約佛法來說 過去了的業力 在如幻的法性空中 就無事性 無常中 本不可說有時空的間隔 只要因緣合合 他說 向人出生 要有腹筋母血 一般就是腹筋母軟 的合合 就能在另外一個時間 另外一個空間 忽然引發一個新的生命 像現在有所謂的複製 複製 複製並不一定要 就是新的生命 其實不一定要精軟 像有一些動物 它是自己繁殖的 比如說你切斷了 舉的例來講 比如說一隻蟹蟻 你把它切成一半 前面一半 後面一半 各變成兩條蝇製 變成兩條蝇製 如果一隻海鑫就更多了 海鑫你給它切十八塊 就變成十八隻海鑫 真厲害 它每一個地方 可以長出一個新的器官出來 缺少熟的就長熟 缺少心臟就長心臟 海鑫很厲害 那蝇蚊你切太多塊它活不了 切成兩塊還可以 前面的一塊 後面的一塊 那你說 那它這個 它這個又怎麼解釋 以前我也很迷惑 阿拉野是要精軟而合 然後它才去投胎 那現在蝇蚊切的 每一個眾生都有阿拉野 都有意思 切成兩半 那個時候我就會問 那這隻蝇蚊把它切成兩半 它每一個都會生 一個眾生只有一個阿拉野 不會有兩個阿拉野 就是 不是像道教講的 有三文七波 三文七波還是一個人而已 只有一個阿拉野 但是阿拉野是 它怎麼知道要到前面的 要到後面的 切成兩半 那後面的阿拉野怎麼來的 它意思怎麼投胎的 它其實業力感到 它就自然會來會這樣 就會有一個眾生 它看到 因為有一些動物的繁殖方式 不一定是精軟而合的 但是它也是 這個是胎生 胎生大部分是精軟而合的 但是有一些不是胎生的 那化身的它更不用 化身的根本不一定 像在天上 男的也會生 女的也會生 它是自然而然畫出來的 它哪有父親母血 也沒有 但是業力感到 它的自然而然就像什麼 那父親母血只是人的因緣 它自然會感到到 那你如果說好 你用複製的 複製的就沒有父親母血 它只是取人的一個細胞 然後來做複製 那麼它如果取的時候 那麼它也可能就 既是業力感到的 它就以這個為緣 然後就投胎到裡面去 既是這樣的 好 所以 它說 因緣而合 只要因緣而合 那父親母血 就是父親母卵 只是其中一個因緣而已 但不是都是 都要有這個因緣 其實不是 只要因緣而合 就會有投胎的現象 也要因緣而合 就會有死亡的現象 它就能夠在另外一個時間 另外一個空間 忽然引發一個新的生命 就好像天人 天人要生小孩 可能生小孩的前三分鐘才知道 好像要有小孩 過不久才想不久 忽然就有一個小孩從旁邊抱出來 那叫做 譬如說 你對那個耳朵拼起來 你從小腿拼起來 以前的朋友都這樣說 但是在這個天人 它就是這樣 忽然之間就抱出來了 就一個小孩 那 它基本上 它就是 它因它的業力 然後感召 然後自然而然 就有一個新的生命 那就出現了 所以生性活動又有一個新的開始 生死長相戌 聖者得解脫 凡夫有生死 聖者阿羅安 解脫生死 就 阿羅安不再生死 出國 惡國 三國的一定會了生死 所以他才是說 大概是這樣 後面會解說 他說 凡聖夫託應 生性不疑惑 這個就是所謂的 有凡有聖 我們講要四種正線 有善有惡 有業有傍 有前生有後世 有凡有聖 就是 善惡 業傍 前生後世 這個都是講凡夫的生死 但是 既然 有死生相戌 有沒有可能了結這種生死呢 是有的 是可能的 是可以的 所以 必須要相信 那佛法的殊生就在 能夠解脫生死 所以 第四個 正見有凡夫有聖人 這個是四種正見 正見有善有惡 正見有業有包 正見有前生有後世 正見有凡有聖 那這四個正見 就有四個記 寶師寫了幾個記 我們讓你再看 第三 那麼 人正見有善惡 業報 前生後世 那麼 雖然是難得的 但如不信聖者解脫的自在盡定 那人生可真苦 那 但是佛教徒基本上都相信 有凡夫有聖人 一般的佛教徒這四種都相信 但是有一個問題 他相信 也相信有善有惡 有業有報 有前生有後世 也相信 我受的苦 跟我造的業有關係 也相信 聖者是得解脫的 而且有很多聖者都得解脫 但是有一個問題 很多佛教徒 相信佛是解脫的 捨立佛是解脫的 但是不相信 我也可以解脫 這個是比較大的麻煩 他相信有很多人 依佛的教法得解脫的 幾萬個阿羅漢 出國二國三國的不計其數 可是 雖然那麼多人都解脫了 也那麼多人都震盛過了 決定可以解脫 但是我發現大部分的佛教徒 不相信我照這樣說 我也可以解脫 真的 你說 現在的人通常都是一句話 師父啊 我又不是你 我又不是觀世音菩薩 我只要不過三二道就很好 都這樣講 我只要能往生就阿彌陀佛 大部分人都這樣講 就是說 他對佛法是可以解脫有信心 也相信 但對不相信自己會解脫 不相信也沒有信心自己依佛法修行 可以對解脫 北傳的佛教徒基本上是這樣 南傳的佛教徒還是一心 要依著佛法得解脫的 只有北傳的佛教徒 基本上唯一條路好像只有往生進度 其他沒有路可以走 修行要得解脫 好像幾乎不可能 舍利佛可以解脫 那就是舍利佛啊 目見人可以解脫 人家是目見人 阿難可以解脫 人家是阿難 那不然你說西達多 他是在家人 他也可以解脫 人家是西達多 人家是佛士 我們現在是離佛已經幾千年了 我們現在是末法啦 怎麼修都不能解脫啦 這種觀念喔 害了很多人都不學習佛法 真麻煩 因為這樣 所以反正我在怎麼努力修行 在怎麼讀佛法 我也不能解脫嘛 那我幹嘛 我就好好可以不剁三二道的 好好理佛就好了 後來就變成這個樣子 這個其實對佛法的弘揚 就是情緒一種障礙 自己障礙自己 反正我在怎麼努力都沒有用 我幹嘛要努力 就變成這樣 像說我怎麼做復健 我都不能回復身體健康 我就不用那麼麻煩了 我就做復健就好 然後推到那個地方就好 我推出來曬太陽就好 所以導致現在的北傳的佛教徒 很多都這樣 南傳的還不會喔 藏傳的也不會喔 藏傳的也不會 藏傳的也是 他們也有這個要得解脫 或是要成佛這種 因為他們好像是說這個提升成佛 真正就可以成佛 我們北傳到宋朝以後 基本上都是什麼 對於休閒能夠解脫這件事 沒有把握沒有信心 相信是相信 但是對於自己能夠依休閒得解脫這件事 沒有信心 所以大部分的時間都花在什麼 花在能夠往生 然後不要剁三六道 所以都花在忏罪 能夠消我的罪 這一生我不要那麼苦就好 哪一生 那不會剁三六道 然後最好能夠往生 這樣就好 所以也不用懂太多 三藏十五步讓你他能路 佛法給別人去寫 我還好念佛 可以往生就好 後來就變成這樣的觀念 老實講這樣的觀念 太死了 他並不是 其實佛法不是這樣說 能夠往生也不是這種心 這種消極悲觀的心 不是 往生的心是積極樂觀的心 哪裡是這種心 那很多佛法有話都這樣 他偶偶去拜個餐 消消罪 消消災難 消消他的罪 然後常常去布施 然後做多少做一點功德 然後就因這個往生 極樂事件 然後在極樂事件 就可以成否 大概就是這種概念 其實這種觀念 其實 其實不是怎麼正確 所以 相不相信可以得解脫 相信但不會是我 就這樣 很多人都是這樣 相不相信可以解脫 有啊 很多人解脫 但那個解脫的人絕對不是我 因為我業障重 我沒智慧 我煩惱多 很多人都這麼想 其實所以我常常覺得 這個 這個 中國的佛教徒 北傳的佛教徒 就受到了這個所謂 末法意義人修寫 漢依德道 現在是末法時代 你怎麼修都沒有 怎麼修都不可能解脫 唯一條路就是念佛往生 其他沒有路的 導致你 因為你這怎麼修也沒有用 那你懂那麼多做什麼 你了解那麼多佛法做什麼 你了解緣起做什麼 你不了解緣起 不了解無我 沒有些就定位 你只要不要照重道的罪 你發約五一十二都往生了 往生就成果了 要那麼多做什麼 要那麼多做什麼 懂那麼多做什麼 不用了 你只要掌握一句佛號 你就可以 你就可以往生了 往生了你就成果了 把整個佛法 好像把它簡化了 其實佛法不是這樣子 最麻煩的是這個 所以 所以學習佛法的人不多 因為 你一定不是說要不要拆當 做做那麼多也不好 用不到 而且也沒有作用 到時候還不是生死 倒不如現在一心念佛求往生 好像活著就是為了死 而且死得好 死到好的地方去 好像就是為了這個樣子 所以 所以因為你要死得好 死到好的地方去 就是念佛法生 所以其他都不用懂 只要一句佛號就好 大錯特錯 所以導致你 學習佛法的人不多 願意真正了解 到底佛法是怎麼一回事 願意還有這個心 要向解脫的人 其實不多 難傳的還不會 難傳的很多信家人 其實他也不一定認為說他有解脫 但是他還是要向解脫 這一生不解脫 我來一生還是可以得解脫 我就這樣累積 好 我們往底下看 所以 他說 這個 你如果不相信聖者可以得解脫 而且解脫 沒有生死束縛 沒有苦 那 人生就可堅苦 五去流轉 五去流轉 又叫做六道輪迴 因為阿修羅有時候有放進去 有時候沒放進去 生死死生 一直這樣的生成下去 生就是在三三道 成就在三二道 是這樣 有時候在天就是人 有時候在地獄鬼出生 就這樣 那麼這幕演不完的人生悲劇 如何得了 什麼時候才是能夠完了 能夠不再這樣演 人生絕不是這樣沒有失完 確信聖者的自在解脫 才能向上邁進 你要知道 絕對是有解脫的 但是還要相信 我如果照這樣 也一樣可以跟他們一樣得解脫 他們這樣修可以解脫 憑什麼我這樣修不能得解脫 他們是人 一樣跟我們有煩惱 一樣有七情六一 一樣也會照善樂業 他們都可以解脫 為什麼 憑什麼我不能解脫 又有這樣的信心 不要啦 是覺得 那個是佛時代的人 那個他們都是有很高的滋味 很大的無法才能對解脫的 我們是什麼人 他們是什麼人 我們是什麼時代 他們是什麼時代 跟人家比 我們是不可能解脫的 很多人都這樣想 這樣想是不對的 所以不但要確信聖者的自在解脫 還要確信 我也可以這樣得解脫 我依聖者的這樣修 我就能成為聖者 要有這種確信 所以我說這個四種證件裡面 你相信有聖者有得有解脫 但是你不相信你可以成為聖者 你可以得有解脫 這個太多了 所以衝破黑暗 你才能向上邁進 因為你覺得你可以 你才會努力 你就覺得你不可以 你就會怎麼樣 刺甘落落 所以忍在痛苦之中 事件忍就有這兩種 忍在痛苦之中有兩種 一種就是發愤圖想 我已經可以跟別人一樣 一種就是刺甘落落 因為我要怎麼努力都沒有用 所以他就自甘過 尤其像那種比較貧苦的人 他就有兩種 因為他再怎麼努力都拼不過別人 人家出生好 人家父母的條件好 出生又好 又有錢 可以栽培他 我們沒有 讀書又沒有得讀 真的跟人家讀 人家又有補習 我們又沒有 人家又請家庭教師 我們又沒有 跟人家比又比不上 不要說 不要說你跟人家一樣有讀書 就是說你讀比別人多 你都不能跟別人一樣 所以他後來就 既然我這麼努力 我都沒有辦法達到別人的高度 所以他就找另外一條路 做黑道 殺到遺忘 就說這個 他很苦 可是他看見別人有錢人 他又沒有辦法辦別人這樣 所以就自貪多樂 所以 最苦的人有兩種 一種就是 因為苦他自貪多樂 一種是 因為苦他發奮徒假 孔子講的 人人一隻幾百隻 人人十隻幾千隻 有這種心 好不好 我朝鮮比別人差 別人讀一天 我讀一百天不行嗎 可以 就是要努力 你才有這種心 你才有這種心 那 佛教徒一定要 好 那佛統時代 佛統時代 有的人一天就開悟了 那我多天幾次 我多想幾次 不行嗎 可以 我們好 我們根基比較差 生在佛滅後那麼久的時代 但是我們比他們更努力 不行嗎 可以 你說五卓二世 釋迦佛在的時代 也是五卓二世 他就是在五卓二世成果的 好 那你說釋迦佛過去已經修了很大 那沒關係 那釋迦佛來五卓二世 不過就是要度五卓二世的眾生嗎 他要度的就是五卓二世的眾生 就是我們這種的眾生 我們這種煩惱眾的 那看開始有一些邪見的 他導正的就是我們這種人 所以 既然佛統時代那麼多人都可以得度 那麼笨的像坐立盤多賢那樣的 稱認心那麼重 殺人殺了那麼多 像央角摩托那樣的 都可以解脫了 貪欲心那麼重 像蓮花社這樣的都可以解脫了 我跟你講我們都沒有那麼重 為什麼我們不能解脫 你一開始就把自己畫地自限 我是不能解脫的人 我是再怎麼努力都不能成就不能解脫的人 你怎麼可能解脫人 就好像你一開始參加奧運 參加賽跑 你就覺得我怎麼跑都跑不夠別人 你怎麼會努力跑呢 你都要把自己可以跑地獄 當做自己可以跑地獄得獎牌 你才有可能得獎牌 你一開始就認為他們都很訓練 都有人都有那個名家在教 所以我是不可能的 我怎麼跑一跑不夠人家 你就不會努力 所以這個很重要 現在的佛教徒很多都是先自我否定 然後認為自己做不到 解讀這件事我是不可能的 別人可以但是我是不可以的 以前的佛弟子可以 但是以後的佛弟子是不可以的 那這樣你就沒辦法 我們先下課休息一下 休息一下 休息一下 謝謝